你找谁呀 请问局长办公室在哪儿 你找局长办公室干什么 我是新来的 来报到 二楼 好 谢谢啊 你们海关也太不敌了 再怎么裁员也不应该裁到 你这效率二十多年的老陈身上 我呢就是个会计 除了算账啊 也没什么别的本事 这个海关 能把我介绍到您这儿来 我已经很感谢了 就是有劳局长啊 能收留我这么一个无勇之人哪 您客气了 您资历这么深 在我们静安分局 恐怕没有这么高的职位 不 局长啊 科员也行啊 这样 一般我们局只有科长不挂副职 我破例了 在财务科给你刮一个扶持 委屈你了 以后有机会 我再给你想办法 多谢局长 武乐厅感激不尽哪 您客气 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 一会儿我带你到个科室去转一转 好好 好点 站住 我来局里的时间也不短了 还没听你叫我一声局长呢 你在这儿等我 就为了听我叫您一声局长呢 我在这儿订了一个包房 进来陪我喝一杯吧 对不起 我不会喝酒 我来之后 我来一下 我来一下 你来一下 我来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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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人这一辈子 敬酒要喝 罚酒也要喝呀 人生就是一苦一甜两杯酒 吃菜 吃菜吧 年轻人就是年轻人啊 心里紧张 脸上就放不开 谢局长 我是个小角色 您没必要对我这样 小角色起了大作用 你父亲当着日本人说了一堆话 你就能猜出情报藏匿的地点 我很好奇啊 是你们父子有约定 还是你的小聪明 所以嘛 你的小聪明帮了共党的一个大忙 让他们拿到了那份情报 不瞒你说 这些日子 我一直在观察你 就凭这一点 我也值得坐下来和你喝一杯 对不起 我不会喝酒 好 日本人对你动刑了吧 进了日本人的监狱 一般的人是挺不住的 可你居然能挺住 你居然在受刑的时候 骗过了日本人 把衣服解开 让我看看 我为什么要让你看看 让我敬佩一下你这个英雄啊 我不需要你的敬佩 这么说 你没有受刑你害怕 你被日本人下尿裤子了 是不是 是 这帮狗日子 就凭这一点 你就值得让你父亲的那些同伙们敬佩 我也很敬佩 我看到你每天在投入室 登记册上的那几个字 我就知道 你和一般的人不一样 那是从小我父亲逼我练书法的结果 我知道练字的另一个说法是练心 你父亲让你每天坚持练字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让你静下心来 因为你有严重的心理疾病你怕血 这对干这一行的人来说是致命的 说到你的父亲 那我们现在来说说他吧 徐德林 一八九一年生人 今年四十六岁 十六岁时 只身来到上海 在广德武金行当学徒 后来进入了江南造船厂当了会投员 从那个时候起 他加入了中共 一九二五年三十四岁时 进入了静安邮政分局 当了一名邮差 开始了真正的情报声揚 直到三个月前 从小德勒萨教堂的钟楼上跳下 局长 您在我身上可真舍得下功夫啊 功夫都在世外嘛 我本有心向明月 希望你不要让我有奈何明月照勾曲的感叹哪 看来您这轮明月也只能照着勾曲了 小子呢 谢局长 那让我也来说说你吧 你一八九零年胜任 今年四十七岁 十七岁加入同盟会 一九一九年加入国民党 黄埔军校教官 第二次北伐后随军进入上海 留在上海市党部 在四一二青党行动中 你杀掉那些共产党人有很多 都是我父亲的朋友和战友 他们中有不少人从小都是报告我的 一九三二年组建父亲社 你和郑建明戴笠等被称为复兴社十三太保 是复兴社的元老 也就是在这同一时期 你因为和郑建明走得太近 又难以与人共事被迫卷入派系斗争 被戴笠排挤被贬三年 一度意气消沉 混迹于南京的三教九流 直到再次受到重用 够了 我的历史我清楚 我这也是投桃报李啊 局长 虽说我是个新人 但是新人和旧人至少在有一点上是相同的 要想在这条路上走下去 都知道得穿上一双鞋 这样才可以保护脚 局长 我了解你也是为了保护我自己 可惜啊可惜啊 上帝就是这么公平啊 任何一个天才都有他致命的弱点 我担心你 你这么年轻啊 你可能想象不到一个爱才之人 看到明珠安头之后的心情啊 局长 您的人生也算是旅经起落了 难道您就没有一点感悟吗 所以你对我也不必有明珠暗头的感叹 我走上这条路不光是因为日本人杀害了我父亲 我想我走的也是每个中国人今天该走的路 抗日救啊 况且我们的朱总司令 现在已经是你们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了 所以你明珠暗头的说法在我听来 好像是在分裂抗日统一战线呢 情报工作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正真就是在台面上举杯相邀 台面下动手动脚 记住 这是我给你上的第一课 这些把戏是你们常玩的吧 课上完了吗 我可以走了吧 来去自由吧 你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我相信你会好好想想我这番苦口良言哪 等等 你爸爸走了 春节你就别一个人过了 到我们家去吃年夜饭吧 你错了 不是一个人 是两个人 你和你周叔叔 宝宝 先生 您是不是太抬举这个小别三了 工党能获得那份情报 这小子是关键 他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太多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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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来自带不到它 走 追究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就对你受了这些吗 嗯 别理他 我看他是想激动你 对这个老家伙 对这个老家伙 你要时刻保持警惕啊 别理他 我看他是想激动你 好 我知道了周叔叔 叔 中良啊 那儿有个袋子信你快帮我吧 弄一弄 这两天啊也没给你排序 你帮我排他 行 没问题 是这袋吗 对对对 辛苦了啊 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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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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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心别将那海雕 什么事你说你这么高兴 他没有死 怎么回事 你怎么知道的 是不是又去跟踪他了 没有 周叔叔 我儿子在正常的投递的路上 发现了他的家 我又闻到他身上的味道 我确定啊 就是他 要真是这样 那就太好了 你不必像我一样 这一生背着这么一个包袱了 不过 周叔叔 我还是想请您确认一下 不行 这不是我应该做的事 这就是你们所说的纪律吗 对 纪律 从今天开始 这两个字 你也要刻在脑子里 那也既然能穿布里斯旺 那穿得起嘛 甭管穿得起穿不起 他也是人啊 他不冷啊 你是照顾他一下 大家不都暖和了吗 是不是 中良 跟我去泡澡去吧 我不去了 我还得回家做饭呢 大佬爷们做什么饭啊 这不都是饭馆吗 人家中良啊 得省钱回家娶媳妇呢 八十八十是最精锐之事 可伤亡之重 势之衰弱 是我从军以来从未见过的 昨天 日军已突破下关码头 战士们适与南京孔村王 这一次 只怕我是不能归来了 男儿血洒疆场 本是慷慨之事 我当含笑面对 望您也是如此 人生难免聚散别离 好好地照顾自己 你若安好 我便无憾 我便宜了 我便宜了 谁呀 我 王博呀 等一等啊 好好好 王博 好好好 来来来来 来 吴克长 你再加班啊 这不是核对一下报表 总局过两天来查账吗 那你忙吧 我以为你们忘了灌灯了 好 没关系没关系 来来来来 你呀 就在这儿坐会儿 我正好有办法 不敢不敢 没事没事 你这财务重计 我这钱大人等 哎呀 王博 你是老员工了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 别客气啊 好 待会儿有事啊 我还得请教你们 王博 你看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物价呀 天天在上榨 咱们这点薪水啊 来 连我养家都觉得吃力 对 局长呢 就让我 在账面上啊想想办法 快过年了嘛 能补贴一点啊 就补贴一点 那个静安寺后面 两间库房 是不是归局旅馆呢 这事 我一个开门子怎么会知道 好 那我就明天问局长啊 他肯定清楚 我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啊把那两间库房啊 租出去 按照现在这个市面价格呀 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怎么着也是大伙 一笔外快不是 这怕局长也不清楚 他不清楚谁清楚啊 我跟你说吧 这事谁也不清楚 这还是亚瑟福堂局长时候的事了 他 法国人喜欢古董 就占这两间库房 专门放他那些收来的破玩意儿 我也是帮他搬过几次东西以后 才知道一点 后来亚瑟福死了 这两间库房 我把走一走去收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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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先出去吧 你为什么不在约定的时间跟我见面 你为什么不在约定的时间跟我见面 前辈果然名不羞庄 这段时间里我查了邮局的来往账目 他们有一条秘密运输通道 通道的起点应该是上海邮政总局货运仓库 终点是重庆的朝天门码头 我用仓库在哪里 看前辈的表情 前辈一定雄有长久了吧 先别去碰他 他只是诸多运输链条当中的一环而已 就像羊鱼一样 把他养肥了再吃 那个叫修正亮的邮差在干什么 他才十七岁 睡果 回忆一下 你十七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呢 十七岁 我爱上了邻居的姑娘 她和你一样 她恋爱了 那姑娘是谁 不知道 直觉吧 漂亮 真不错 老五 你来给大家露一勺 好吧 能者多劳 来来来 能者多劳 老五啊我跟你说 你的字我心里有数 别说是咱们静安分局 就是总局两千多号人里 那也是数一数二的 对 对对 来来来 我那两把刷子 这拿不出手 你就别谦虚了 我跟你说 过年给大家写春联 这是咱局里的传统 好多年了对不对 对 客气了来 一会儿啊 你先写一会儿这个钟良来了 我让他也给你写一写 让他也露一手 对 我跟你们说啊 老吴的字 钟良的字 在咱们局里可是数一数二 那有得拼哪 好 好 好 别客气了 来来来来 好 那我就这个 抛转隐喻 献个潮 好 好 你这大笔一挥献丑的 那是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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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处桃花 年年春色 去还 好 好 好 我没说错吧 小薛啊 来来来 你来一下 来 这新年新气象 这年轻人嘛 那要是写春联 那应该透着着气 是 来来来 巫科长 你这不是存心 让我出洋相吗 什么洋相 来来来 来吧 搂我一手 行 那三位科长都在 我就搬门洞府了 你看 小子很食股啊 不是 现在 pourtant 怎么生事 这个是 我的 不会 我一 Target 就会是 可到 我的 毕竟是 你呢 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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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大家拜个早年 局长 您给大家露一手吧 来来来 你们就别出我的洋相了 按理说一年到头 我怎么着也应该请 大家吃一顿团圆饭 可是如今这个局势啊 这不 这大年三十了 我还得到红十字会去开会去 我呀 自作主张一回 把这顿团圆饭给捐了 为了抗战 我相信大家没有意见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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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不过这顿团圆饭 我会记在心上 局长 我相信大家 都不会把这顿饭放在心上 不过 往年春节 局里可是都给大家发霜心的 今天特殊 这总局还说呢 要在咱们分局裁员 让我给顶回去 我跟他们说了 要裁先裁我 用您这句话 我们这年就算过踏实了 对不对 对对对对 谢谢 局长 好好好 一会儿也回去早点过年吧 好嘞 好嘞 再见 再见 局长慢走 慢走 局长慢走啊 再见 慢走啊 局长 他们一定会牵着今晚休息夜 运走这批货 你马上带人过去 我要给他们送一份新年的礼物 可是机关长 燕淑再三强调 要我们严密监视 等待机会将敌人的运输系统 一网打尽 对中国人来说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让他们知道 我们从未曾信 要见下他们 快去 给你带个年了 老吴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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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yr Black 6 鲜月 服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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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s Rachman 赶 这忽他是 这同事之间来来往往 很正常啊 走吧 走吧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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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我订了点熟食 我去取一下 你呀 先回到家里坐着啊 你们家叔在哪儿啊 这个农堂一直走 进去就是了 行 好 张老板 老天兄啊 您来啊 我先生 再来啊 二伯爷 要点什么 这个 你干什么呢 哎呦 你吓我一跳 我下午就在想啊 没有几十年的功力 是写不如这首好字的 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 这练字啊 没有别的 只有两个字 勤练 你知道 我为什么让你 到这儿来吃饭吗 为什么呀 亲近 今天 我看了你写的春联以后啊 我就有一种 同道人中的亲近感 我这儿还有一瓶好酒啊 老吴 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 那就慢慢喝 知道吗 酒 字 词画 那可是人间 难得的压躯啊 小时候 有没有 但是我可以 凌晨 梦 你 准备 考虑 找到 恭喜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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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都知道 我不自装车 赶紧车 咖啡 喂 知道了 靳安寺仓库出事了 小罗马上就到 说起宋代的书法家 那当推北宋的四大名家 酥 米 黄菜 苏氏的芝麻 天然浑厚 跟他的瓷髓一样呢 米南宫那更是高手啊 针 草 力 转 行 样样拿手啊 还有 黄庭坚 他的草书那是 尽见有力 用笔锦鞘啊 特别是他那幅 精福波神词 应该是他五十七岁时所说啊 老五 你见过黄庭坚 金福波神词的真迹 没有 我哪有那个眼福啊 报纸上不是说了吗 他那幅作品呢 火烧圆明园的时候 让日本人给抢走了 现在还收藏在 东京博物馆呢 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啊 很难捡到真迹 那也就是从书店的字帖里 还有别人的评价里略知一二 对了 你继续说呀 你只说了三个 还有一个是菜香吧 不是 是说菜经 对 菜经的字也很有功力啊 可惜 他是出了名的大奸臣 人们不是常说吗 字如其人人如其字啊 我看是不对的 至少是不客观的 不过老吴 我们中国的书法之道讲究的是 渊源于传承 从一个字里面 是能看得出来一个人的 性格气质与喜好的 还能看得出来一个人的 地域习惯 比方说 北方大气魂厚 南方就显得清秀灵异了 老吴 老吴 你再听我说吗 来 按照西方人所说的就是 比据于性格 德国一位心理学家 曾经说过 这个人 仲良啊 你看看 脚也没了 咱们已经 聊了大半个晚上的书法了 咱们话可别的好不好 会打不客吗 仲良啊 把桌子腾一下 来 喂 老吴 这副牌玩不了 为什么 这样 你再洗一遍 洗慢一点 我看看 确实玩不了 少了一张 少了一张 好 老吴 看仔细了啊 我这里有几张 老吴 你真是在考我呀 玩儿嘛 应该 还有八张 知道是什么牌吗 红桃七 红桃七 方片二 梅花三 梅花八 红桃钩 方片圈 黑桃S 梅花九 呀 红桃七 你这种地儿 你这种极权啊 我说的 我去过了 你这种极材啊 你这种极材啊 我这种极材啊 你这种极材啊 你这种极材啊 今天是除夕夜 我们哪儿都去不了 我要带你去的这个地方啊 一年四季从早到晚 不关门不打烊 老吴 你说那种烟花柳巷 我去不了 你这个孩子啊 一时聪明是一时糊涂 那种花冤枉钱的地方 我不会带你去的 走吧 走吧 等等 我换点衣服 别停 往前看 好 先生 这里是安全等级最高的中转站 这事有点蹊跷 一座大坝一夜之间就坍塌了 这里边肯定有注冻 小罗 你暗中调查 从邮局新来的员工查清 是 先生 看到刚才的那两个人了吗 看到了 先生 是邮局的那个小次郎 旁边那个人我不认识 那个人叫吴乐天 是邮局新来的财务客厂 那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会凑到一起呢 掉头 跟着他们 老吴局新来的财务客厂 是 先生 老吴 亲亲请 里边请 走 小赌一行 赌桌上啊 最能体现以文的兴兴 老吴 我从来没来过这种地方 我也不会玩啊 这赌钱哪 一定要有一个沉静的心 机关长 机关长 任务完成 你还没有完成 你没有把活狗带回来 对不起 长官 因为当时敌人反抗很激烈 我怕时间拖久了 法会寻补会介入 你不必解释了 你是个指挥工 你的行动都应该精确地分秒 应该在你心里 对不起 那 车辆呢 解决了没有 检查过了 没有车牌 而且发动机的钢引号 也已经被磨去了 我们恐怕难以追查 好吧 西坦里 准备了新年大葬 你就带着他们去喝酒吧 旧关长 请允许我请假 孙姆司令官是公民家的视角 每年的这个时候 我们都要在一起 现在也是新年了 对不起 我想我还是应该 我想我还是应该 好吧 我求你的价 你替我下你的叙事 送本司令官问个好 看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没有 我呀 先替你下一招 要是赢了钱呢 就算是新年里 老吴给你送红包吧 那怎么行啊 吃喝嫖度抽 那是男人的打气啊 你说这人不玩玩乐乐 这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啊 这里边学问大了 再来点 他不但体现人的性情 还能磨练人的性情呢 还是算了吧 你玩吧 我不能糟蹋你的钱 那你先看着 慢慢学 我告诉你啊 这个不能是光靠运气 它得有数学里的那个概率 脑子要算得快 算得准 快速地做决定 不要了 这个先了 不要了 庄家补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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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牌 快快快 配钱 配钱 两倍啊 两倍 快快快快 你这么聪明的人 我就不信 你学会这二十一点 来来来 来来来 老吴 无论 要不应该 看来人 新总 我要 不能要了 我要 你看 你要是不要的話 這張牌就是我的皇后 我這兒已經有十點了 加上那樣是二十點 這就能贏啊 你要的話這張給你吧 那不行 這是你的牌 你還要嗎 當然要了 十七點 抱的概率太大了 開牌吧 好 裝十八點 裝贏 你看 你啊數學的概率要近 另外還要記住什麼呢 他前面發的什麼牌 再估計下面可能是什麼牌 我沒有啊 你不是要皇后嗎 裡面還有很多嗎 還有很多 好 共本軍 三美叔叔 請坐 是 每逢節日 你都會過來陪我 可是今年 你怎麼遲到了 叔叔 是水谷機關長 讓我執行任務去了 至少在這一點上 水谷軍 還是值得你學習的 他是一名優秀的好軍人 不過叔父 我覺得水谷機關長 還是有些太急切了 你想跟我説什麼 我認為我們這次行動 如果不是太急於求成的話 我們是有機會把上海郵政內的 處境通道一網打盡的 只要我們有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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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邊是皇后 如果我猜得沒錯的話 如果我猜得沒錯的話 借下兩張 都是皇后 我要 我也要 二十一點 十九點 十九點 二十一點 雙倍 成啊 至少 昨晚你們的行動 還是很有戰無的 在法術界 你們搗毀了他們一個中轉戰 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了 不過叔父 您是一位軍事學家 在兵法上有句話 叫做欲擒故縱 我想這一點用在情報戰線上 也應該是一樣的 那麼 你為什麼 沒有當面提醒水谷軍 公平提醒過他 可是他 我知道 水谷是個剛愉自用的傢伙 但是他的優點也是非常明顯的 郭門軍 要知道 只有在你優秀的長官身上 發現他的缺點 你才會做得比他更優秀 郭門明白叔父的苦息 光明白這一點是不夠的 你要明白 在水谷幸福這個人 一個勇士 一個男人 該狠的時候 絕不能退縮 絕不能手軟 這不是為了我們自己 郭門明白了 不要急於說明白 你要慢慢地去體會 嗨 他快去 你在這兒玩吧 我去里边凑个热闹 翻牌吧 装甲棒 装甲棒 太牛了啊 太牛了啊 太牛了 太牛了 用这么多钱 装甲得没惨 谢局长 谢局长来了 坐坐坐 继续玩我也压你 坐 你们手续不错 我也胖胖运气 局长 我也是第一次来 你看 我赢了这么多钱 这是偶然吗 偶然中是有必然的 现在啊 还要排吗 再来一盏 再来一盏 开白吧 又一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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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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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盏 那我发现在好了 uzzy 他都没但是 然后走快 magnus 了 玩不动了 我们也差不多了 局长 给您拜年了啊 队长 新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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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继续玩 慢走啊 慢走 得来全不费工夫 先生 这个小次老可挺厉害的 给您赢了不少钱呢 我说的不是他 那您说的是 吴乐天 我不明白 仓库的事情不用查了 是他干的 接近忠良的人 都是居心迫错 那 那我们呢 我们 一样居心迫错 那我去盯着他 老吴 刚才尤其把你是故意说的吧 忠良 赌博这种事情呢 不单是要靠 你有好的记忆力 还要用脑子呢 算出他的概念 其实啊 这也是人和人之间的 一种国异 你想想啊 这上海滩这么大 谁能开赌场啊 百姓人 对了 赌场这种场合呀 进来容易 出去难 你不能只想着赢钱 甚至赢更多的钱 你得学会输 学会输 那就不叫输 你是想说 做什么事情 都不能做绝了 做绝了呀 就没有下次了 天都快亮了啊 回见 回见 了 对 你 是 哪儿来的那么多钱 去赌场了 手气不错 不是我的手气好 是钟良 他的大脑不是一般人的大脑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 对数字如此敏感的人 他的记忆力如此出众 他的计算能力如此之强 真是干我们这一行的奇才 他那么个孩子 怎么会去赌场这种地方 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是他 是吴乐天 吴乐天是谁 一个月前从海关调来的 我们的运气真是太好了 没有费力气就查到了 潜伏在邮局里的日本特工 他那一口地道的上海话 如果不是在上海生活过 几十年的话他是很难说出来的 看来水谷这次是下了血本了 他们去了一次赌场 你就下了这样的节目 现在关注钟良的有三种人 共党 我们还有日本人 吴乐天如此接近他 这不是偶然 他刚一来 我们的仓库就被端掉了 这是偶然吗 那就应该想办法干掉他 不急 想捏住一个在上海生活那么多年的老特工 不简单哪 要想除掉一个敌人很简单 要想捏住一个敌人才能事半功倍 我倒想看看 钟良对付这个老狐狸有什么能耐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跑哪儿去了 今天是年三十 我弄了这些菜准备跟你喝凉中了 等了你大半夜啊 我去赌场了 什么 你刚才去了赌场 你怎么能去那种地方 钟叔叔 您不是说过吗 潜伏就要善于伪装 我就是想多学一门技术 多一个场合 说不定将来能派上用场呢 学会之后 可千万不要沉迷进去啊 你放心吧 钟叔叔 我不会的 你还有什么发现 昨天在邮局写春联的时候 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周叔叔 书法是讲究笔意的 就像一个人 不管怎么化妆 怎么改头换面 都逃不过熟人的眼睛 我发现吴乐天字里行间 透着日本书法的笔意 有一段时间 我也很喜欢这种字体 确切地说是永宽三笔 我觉得吴乐天 他凌过日本书法大家 敬畏信一的字天 当然 一个中国人 学过日本书法也不奇怪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好像看出了我对他的怀疑 用笔的时候 又极力地想掩饰这种字体 钟叔叔 有这种眼力的 会是什么人 同行 我觉得也是 从表面上看 他是在传说我赌计 但事实上 他说的很多话 都是一语双关的 特别是最后一句话 赌场这种场合呀 近来容易 出去难 你不能只想着赢钱 你得学会输 学会输 那就不叫输 意思是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留一条后路 有的时候 这条后路 看似是留给对手的 其实也是留给自己的 我想 他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好了 别多想了 赶紧吃饭吧 要不都凉了 这大过年子 咱们叔侄俩 咱们这也得吃一顿团宴饭呢 对了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昨天晚上 谢南恩也在赌场 他看见你 跟吴乐天在一块了吗 嗯 有意思啊 我还赢了很多钱呢 也帮谢南恩赢了很多 你看 都是 那好了好了好了 来来来 快吃饭快吃饭 好 来 给你倒上 来 我给你倒上 好 你的意思是 书法上的破绽 是他故意露给重量的 一个在中国潜伏了二十年 都没有被挖出来的老特工 即便他真是日本人 真的临过勇宽三房 二十年了 他能不改过来 老周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写成连语 就是吴乐天最重量的一次试探和考验 所以 这才有了他请重量去家里吃饭 拉他下赌场 叫他赌计这一梦 老周 重量说得对 吴乐天 是通过赌博 在向重量间接地传授一种 轻薄工作的理念 难道日本人也想拉拢重量 这就奇怪了 说实话 我也觉得奇怪 但是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奇怪和不解结合到一起 特别是吴乐天对重量说的那句话 给别人留一条生路 有时候就等于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他这是在暗示我们 他放了重量一条生路 他是在求我们放他一条生路 他想自保 尽管你这么一分析 吴乐天留一条后路这句话 就好理解了 如果我们分析得不错的话 那吴乐天就是一个主观上不想继续卖命 客观上谋求自保的日本情报 老周 我们可不可以利用这一点 这事虽然很危险 也很艰难 但是值得一试 太太 坐 坐吧 先生英明 那个人就是吴乐天 我去银行查货 上个星期吴乐天去银行对了账 重点看了从重庆汇过来的汇票 我想他是从重庆的汇票上发现线索 还有其他情况吗 吴乐天有个儿子二十岁 叫吴孟泽 在中国银行做事是行长的秘书 还有那天晚上端了咱们仓库的是日本竹机关 你马上通知下去 停止一切活动 另外通知重庆方面 把我们注册的那两个空壳公司全都注销了 是 先生 行动小队都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您一声令下了 吴乐天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杀他很容易 但是我们要留着他 您的意思是先养着这条鱼 我们要抓到一条冒出水面的鱼 这很容易 但是我们要找一条潜在水底的鱼 这就不容易了 先生 那我们是不是太便宜他了 因为吴乐天 我们失去了很多的兄弟 是不是找个机会 我先教训教训他 这样会让信吴的警惕起来 还会因此惊动了水果 我看可以敲打敲打他 我相信他不会让水果吃的 他得打碎了牙 往自己的肚子里咽 先生的意思是 如果这件事情让水果知道了 那水果就会判断出 他已经暴露了 对一个暴露的潜伏者来说 他还能有价值吗 是 先生 我现在就去办 走了 梦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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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刘小姐 吴连先生 刘小姐 看见孟泽了吗 孟泽下午给几个人 一块儿出去了 现在还没回来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好 那你 老吴 西克呀 坐 钟亮 孟泽被绑架了 一个小时前呢 我们家还被扔了炸弹 那 你去寻补方报案了没有啊 不能报案哪 报案就见不到人了 看在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啊 你想想办法 救救孟泽 我这辈子都会感激你的 老吴 你是不是急晕了 我又不是上海的青红帮 我怎么知道是谁绑了你儿子 你先别着急 先坐 喝口水 来 老吴 你看啊 往你家扔炸弹 那显然是冲着你来的 如果有人想杀你 他为什么不等你回家了以后才扔呢 显然 他们不想要你的命 你再想想看 你只是邮局的小小会计 家境也不丰裕 保你的儿子 不可能为了徒财 既然不要命又不徒财 那就是你得罪什么人了 人家想教训教训你 有人不想让我生 我绝对会让他死 老吴 老吴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老吴 孟泽会回来的 好了 我送你回去 然后帮你收拾收拾 不用了 我自己能行 我自己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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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来吧 我自己来吧 梁翔啊 你就挣这么点薪水 才知道送给你 您不是请过我吃过一顿饭吗 我这也是礼尚往来啊 知道礼尚往来就好啊 这是我太太简方 谢太太 新年好 这孩子真懂礼貌 新年好 屋里请吧 请 您请 先去哪儿啊 汤冰箱 好嘞 走了 冯阳啊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要不咱们去书房吧 我听您的 你去给我们煮两杯咖啡 好的 坐吧 走 说吧 局长 查得怎么样了 查什么 金安寺后巷的仓库出事 你们不可能不查呀 你也知道这件事了 不过查与不查 轮不到你来问我吧 局长 我这也是关心嘛 是一条神上的一只蚂蚱 对另一只蚂蚱的关心 是关心啊 还是害怕 是关心也是提醒 来 喝咖啡 来 坐吧 我可从来没喝过这么好的咖啡啊 这不是来客人了吗 我煮的是家里唯一那罐巴西咖啡 多谢太太 沉门厚爱 太客气了 你看 教会学校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有教养 知书达理的 坐下吧 他的天赋你还没见识呢 大年三十那天我可是开了眼界了 雕虫小记 先生抬举了 回来老谢就跟我说了 你给他赢了那么多钱 他说你是数学天才 你看看 你看看 我这点秘密啊 全让你给揭穿了 太太煮的咖啡真好喝 这个我知道 咖啡啊 是三分材 七分煮 喜欢喝你就多喝点 一会儿我再给你添 你们聊着 说吧 局长 我们长话短说吧 你觉得吴了天是什么人 是你在怀疑他还是你们的组织在怀疑他 吴了天应该是一个日本人 局长 你把吴孟泽放了吧 你怎么知道是我绑架了他的儿子 因为你要报仓库的一箭之筹 现在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如果是我绑架的 那来求我的人应该是吴乐天 放了他儿子对你我而言 都是力大于弊的 放了他又怎么样 不放他又怎么样 你要知道他可是我们的敌人哪 可他儿子不是 他儿子是无辜的 绑架一个无辜者那是下三滥的手段 手段不重要 我们国民党人为了达到目的 是不择手段的 留着这个祸害在你的身边 你和周山能睡得着吗 我们已经习惯睁一只眼睛睡觉了 你睁着这一只眼也包括看我们吗 局长 我们都是中国人 我们现在应该想的是 怎么把日本鬼子赶出我们的国家 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 国共已经有过一次合作了 现在是第二次合作 如果这次合作也跟以前一样破裂了呢 我没想过 不 你这个小鬼啊 如果不是战争年代 你也不知道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啊 也许正是因为这场战争 才让我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我还真有点喜欢你了 你发现了没有 我太太也很喜欢你 那就答应我的要求吧 放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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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得了这人情吗 我跟着他 没关系 你替他们再来 你还得了我 着他 明明 你会听 Jesus 是 那牙心 前辈 安静不错 安静隐蔽 看来 工本君还是花了心思 前辈 工本选这一个地方 主要是考虑到前辈的安全 谢谢 前辈请 没有陷阱吧 前辈说下吧 前辈 这是一笔奖金 水谷剧馆长还让我转告您一句话 不要把钱都花在堵桌上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能让人快乐起来的事情 能活着吗 才能活着吗 那他是奖金 人要是死了呢 那他就是抚恤金喽 前辈严重了 这一笔奖金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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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水谷命令你端的吧 前辈那天晚上也在唱 这个水谷没有跟你提起过 在我们特工技能当中 最神秘的一种叫做 读心术的吗 前辈能读到我的内心 因为你不懂 所以我能够看到你的心里面 水谷那点技能嘛 那也是我教给他的 你人嘛坐在这里 可是你的心 却在抱怨你的长官 绝对没有 也绝对不会 水谷机关长 是工本建国的最优秀的长官 当然了 成功者嘛 那总是在不择手段地 一步一步走向成功的 知道水谷 为什么会派你来跟我接头吗 那是长官 对下属的信任 不是信任你 因为 我在水谷的眼中 已经是个死人了 工本 不明白前辈的意思 那我就告诉你吧 军统的中转货舱被毁 你心里一定觉得这是个错误 这正是水谷的弱点 他没有耐心急于求成要激怒敌人 然后消灭他们 可是 火舱被毁 军统呢势必彻查 这迟早会查到我身上 到那个时候 会出什么结果呢 敌人会除掉你 可只我一个呀 当然了 想除掉我也没那么容易 可是水谷 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寻找到消灭敌人的机会 你们的机关长啊 从来没有把我 当成什么老前辈 他把我当成一只猎犬 一只被提到兽群里的猎犬 他希望我和那些野兽搏斗 当我们厮杀的时候 他在寻找机会 彻底把他们消灭 前辈想得太深了 不过您不应该告诉我这些 我告诉你这些 因为我知道 总有一天 你会变成第二个我 前辈您这是在搬弄是非 对 我很敬重您这个前辈 我希望您不要在一个 下属的面前 诋毁他的长官 这不是诋毁 也不是搬弄是非 如果你想做机关长 而不做牺牲品 记住我的话 人总要活着 才能一步一步地实现 自己的目标啊 别忘了我会读新书 对了 现在该说说 你长官的指令了吧 前辈 水谷机关长已经知道 昨天你们家爆炸的情况了 也知道您的儿子被绑架了 他很担心你 让我转告您 他一定会尽全力营救的 你的机关长 如此的神通广大呀 他知道是共产党军统还是秦鸿帮啊 请前辈信任机关长 味道不错 他这是把我逼上悬崖 你知道吗 一个被逼到悬崖边上的人 他的选择是什么吗 两种 要么抗争 要么妥协 要么留在悬崖边 要么就跳下去 回去啊 告诉你的机关长 想让我做活 那就得按照我的节奏 要么就把我送回日本去 前辈还有要么吗 要么把地板修修好 有的时候没有答复就是一种答复 周叔叔 所有该说的我都按照你吩咐的 跟谢兰座的分析 他是一个精明的人 能离这其中的秘害关系的 国民党的话我不行 现在他们连一句话都摆不出来 我们就更不能相信了 周梁 周梁 我现在担心的是 他在等待时机 利用吴乐天摆我们一道 这对他没有一点好处 我们两家不管谁出了事 都会影响到对方的生存 唇王齿涵的道理 他比谁都清楚 周梁啊 你要是经历了四一二大屠杀 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周叔叔经历过 在那场反革命政变中 我跟你夫妻是九死一生了 周叔叔 我能不能有个建议 什么建议 说 我也是刚想到的 你看我们以后能不能不喝茶了 万一这个秘密据典被敌人发现了 他们会很容易从茶叶上找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